联合国各成员国领导人将在美中时间20日聚首美国纽约 商讨过去一年的国际问题以及解决之道 先前已有官员透露 乌尔战争势必是今年最大焦点 不过讨论重点可能不会放在如何全面终结战争 而是聚焦战争所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 乌尔战争延烧七个月 加剧全球地缘政治分歧 尤其美俄关系陷入自冷战以来最低点 而这场纷争也延烧到联合国内部 美国指控同为安理会成员国的俄罗斯 今年二月份行使否决权 让清污行动得以进行 除此之外 美国也对安理会无法以实际行动 阻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感到相当不满 因此在联大召开前 就要求安理会进行改革 我并没有中国和俄罗斯讨论 我相信他们会做到所有的事 他们可能都可以 继续调查评论和西方的攻击 但再次世界上还在调整 面对改革诉求 俄罗斯却联合中国反控美国 也曾经在小布希总统任内 不顾联合国反对入侵伊拉克 对此美国则辩称自2009年以来 自己只动用过四次否决权 其中三次还是为了支持以色列 而俄罗斯却动用了26次 其实几十年以来 一直都有国家向安理会提出改革诉求 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二战结束60周年时 日本 巴西 德国以及印度联合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 但最后却被不想让日本成为安理会强国的中国 形式否决权驳回 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结构 至今都还停留在二战结束时期的状态 这也让安理会在面对当今国际问题时 频频发生功能失调的情况 环宇新闻谢仲岳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